他說你假摔一下 假摔? 為什麼?什麼意思? 靠腰 我女兒支持國民黨 我就罵他 打仗你還在這裡 PASS TING TIME WALL 張家臺 贏黨的屬性 將擁共有財政教的土地 尾姆是八百塊的 你明明就說你是台中的 恭喜 恭喜 歡迎收看 突進你的招式 這場來到的是賴清德的 新北京總成立大會 然後上次我們也來 同一個場地 柏友宜的造勢晚會 也在這裡舉辦 我們就同一個場地來比拼一下 藍綠兩黨的造勢能力 來如何 所以這邊可以 好像是上面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舉牌的應該也是蠻多的 可以看到 那邊有新北苗栗 各個藝人候選人的牌子都有 我們來介紹一下在物資站 然後到的小物 一面棋子 然後兩個文宣 國家希望工程戴清德 還有 蔡政府七年好證 打造台灣 更堅韌 各位酸民們不要再酸了 蔡英文很棒的 為什麼你要把你的棋子插到這裡 那時候民眾黨 那時候造勢會很方便 然後就插在褲子裡 然後就被截圖 那你現在是民進黨的側翼 現在是民進黨的側翼 現在是民進黨的側翼 這裡就是一些什麼 小英之友會 信賴之友會 或是一些同鄉會 服務站 議員服務處之類的 派對 對對對 為什麼會加入我們的執政團隊 因為那個就是之前有學長也在他的服務處工作 所以我就算是被他邀請 那現在網路上可能會有蠻多的聲音是比較煩的 政黨的 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因為我加油的原因 比較偏向是他的國族認同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支持一個政黨 然後反對一個政黨是有很多原因 那我的原因就是因為 就是我比較認同民進黨的國族認同這個部分 大家投給賴清德 然後也多多看看你們的那個節目 喔對啊 你好你好 問一下為什麼會支持賴清德 就是我本來是支持郭柯 但他們沒有合 那我原本就不是很喜歡國民黨 然後後有講後有是 有時候我會覺得他模糊不清 不知道他到底要講什麼 我是因為討厭來才會支持綠 因為之前就出了一支韓國語 我又不是很喜歡 就是他感覺 我就是他什麼都沒有做出來的選 就是你們不是都會拍一些遊覽車嗎 我們今天晚上還沒有拍到 很多耶 會覺得比進黨 今年年輕人流失很多 我會覺得 有有有 因為我剛從那邊來 路口全部到這邊都幾乎都老了 我是覺得是因為年輕人可能很忙 或是他們懶得出來 那麼以年齡層來看呢 這場也是偏高年齡層比較多 那我們跟猴友贏愛場比對一下 因為在同一個場地 上次侯友贏那場可能 97%以上都是高年齡層 那這場應該不到95% 好不好 所以 民進黨的年輕人還是比較多的 國民黨 你們缺年輕人到底要怎麼辦呢 啊民進黨 你們明明之前都是年輕人支持的 怎麼現在也缺年輕人了呢 怎麼會這樣民進黨 那現在來算椅子的數量 開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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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0 90 我們笑話橫的這邊 12 3 4 5 7 8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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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 10 90 9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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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那麼快 上次侯友宜那個場的椅子大概是一萬五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侯友宜的人數是大幅領先這裡 給除掉攝影台的話 可能是站著的人可以去抵銷啊 所以以目前的人數來說 應該就是最多一萬人左右 那我們來看 等一下還要爆人數 爆到多少人 吳森你好 我們又見面了 我們今天來突擊這個現場 你們現在是不是不能做民調了 我們現在就標清楚就好了 我們現在民調到底怎麼會錯 我們其實也不太知道 你有什麼內幕可以透露 沒有耶 我也看新聞 你也是看新聞才知道 對對對 應該說啦 應該說街頭訪問 我自己覺得比較算一種互動的方式 跟大家聊天 比較有一種節目效果的感覺 那跟一般我們正規在做 分成抽樣那種民調其實不太一樣啦 因為有一些媒體也會把 街頭訪問的結果 拿去轉做變新聞 那就變成一個新聞說 民調現在怎樣怎樣 那其實消息就會蠻亂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 中選會是希望把這個部分的區隔 畫清楚一點啦 之前看民進黨的造勢 可能年輕人跟高年一層都有 但是現在呢 好像我目前看到這場 年輕人不多 像今天這種場合 當然現場可能 中高齡的長輩會比較多啦 不過 其實這就是因為 今天是一個傳統造勢場嘛 他在網路上 其實 你去在網路上 其實也看不到太多的宣傳 會比較多長輩 其實因為這些人過去真的是 長期以來一路支持民進黨 很有感情 所以就想像成今天這場是 專門辦給佛 佛長輩的同樂會 可能年輕人支持度有流失 我覺得其實 這個就是民進黨要好好面對嘛 因為年輕人 包括說大家不論是對 居住正義啦 房價啦 低薪這些事情 都會特別有感嘛 因為 例如說長輩可能已經買好房子了 已經有房子了 居住正義對他們來說 可能就沒有那麼直接感受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就是要努力把 政策把執政做到更好 那這樣來去把年輕人的好感度 更支持度贏回來 好 那也希望之後可以為年輕人們發聲 沒問題 吳蓁跟賴平 但是我們問他們 什麼時候會同台 今天就要來同台了好不好 看他們等一下會不會有什麼 火花或是互動 他說你假摔一下 假摔是什麼意思 假摔的話這個 國民兩黨都會有假 都有假摔的案例好不好 但他們都說不是假摔 所以 我們也不要把他第一層假摔好不好 等一下我被攻擊 想看宇潔摔的加一 靠腰的地板 做事都很好 很公正 不是他們那個說的房子 違建 不是 我們那天有去萬里 沒有 我是台灣人 吃台灣米 就是要支持台灣 最好是對我們那個老人家 福利能好一點 因為我們坐車才480不夠 人家我們難投1000塊 把那些錢來扶住弱小 不是很好嗎 做功德嗎 我你要支持國民黨 我就罵他 他說說要打仗 我說哪時候會打仗 你騙誰 打仗你還在這裡 你騙誰 我說你是頭上判你 瓜千甸 動順 瓜千甸 動順 瓜千甸 動順 因為他就是總統 他就是總統 他就是台灣的總統 我是台灣 我講話 因為賴清德很親民 他很親民 他對百姓很好 所以我們一定支持他 一定支持他 賴清德 動順 加油 賴清德 動順 動順 因為新北市 是全台灣人口上座的地方 新北市 張宏露 哪一哈 喔 台灣 大青町 地下阿拉 對不對 我覺得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到每個縣市好像都會 這個縣市贏就會贏 台中也常常被講 或是髒話也常常被講 你們是誰的服務處 立法委員張宏露 板橋西區 那為什麼有支持賴清德 因為他 愛台灣 民主愛台灣 為華記有共 民進黨沒有像之前 那麼多年輕人的支持 你們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個是跟空站有關係 可是我們在空站的上面 還要再有一點進步 因為畢竟我們跟現在的年輕 現在的年輕世代 包含我啦 都是靠網路在看比較多 比較少用電視來看 所以在空站對我們來說 就是我們要加強的地方 就是我們LIVE 跟我們那個 我們紅路委員也需要加強的地方 所以我們最近也有拍很多YouTuber 歡迎追蹤我們YouTuber 叫什麼 比較叫什麼 陸戰隊 陸戰隊 在第一位分享小鈴鐺 太厲害了 專業專業 想問這裡有沒有水 沒有 沒了 沒了 OK 謝謝 他們原本講說可能今天 只會來個五千人左右 誰知道來了一萬多人 所以水才會準備不夠 自信一點 準備個五萬坪都沒關係 那剛才既然有提到 民進黨的空軍 可能沒有柯文哲那麼強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們的網路上觀看是有多少 最高的是賴清德的YT 兩千多人觀看 第二高是 九十要克數 一千六百多人 第三高是 三立LIVE新聞 五百九十一人 第四也是三立 一百八十一 第五是 中時新聞網 二十八人 我們可以看到 表現跟上次的國民黨有像 差不多 甚至小輸國民黨一點點 我們如果來排的話是第四名耶 我們是民進黨的競選總部新飛場 第四名的觀看 我們都是民進黨車椅 所謂的 這個 什麼呢? 不要偷看人家的餐盒的名字啦 喔真的喔 你有看到上面有字喔 要領餐盒 這是什麼 阿呢 欸欸講藍白盒 我看一下 吞張 吞張 猜對了 好會猜 你知道他現在在盤算什麼嗎 之後選舉後 可能罷免朋友 然後他要再回來選 還要奪回他的新北 不要一直跑來新北 你明明就說你是台中的 呼呼 勇敢信任台灣 We are Team台灣 哇帥喔 好帥喔 最炸 We are Team台灣 為什麼可以支持賴清德 沒有 因為他是顧台灣的 我們不能這樣 中共也統一 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活真的過得很好 我們一定要愛台灣 愛台灣 為什麼你來參加這場 呃跟家人一起來的 呃跟家人一起來的 那為什麼支持賴清德 呃 我跟家人一起的 我沒有自己的想法 好我們可以看到 中間是攝影機賭注了 所以今天應該不會有大進場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是沒有機會 跟賴清德握到手 有點可惜阿 希望後續還有活動可以跟我們的 清德哥握個手 好不好 其他候選人我都握過手了 既然握不到清德的手 我們就來跟他的人形立牌握手 2024 挺台灣 Team Taiwan 請支持 最挺台灣的 宋伯伯 現在感覺出去的人 比進來的人還要多一點點 剛剛有一批的人突然走出去了 我們的主角還沒登場 各位堅持住阿 好不好堅持住 台灣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挺台灣 Team Taiwan 可是他們不是都搭遊覽車來的嗎 所以證明就不是嘛對不對 為什麼要這樣抹黑 造謠 真的耶 你們現在大約幾歲 十六 那為什麼會加入這個後援會 家裡人 一起 那你們自己有特別題 在一起 四年後就可以投票了 好 那四年後再來問你們 會投給誰 好 謝謝 這個地方 叫做版一運動場 對不對 對 幫救兩個運動場 一個叫做版二 對不對 對 他講了很多次 可能只有一兩次 有人回人家而已 可能那個節奏的掌控 還有再加強 你有看到我做運場 斑斑有冷氣耶 斑斑有冷氣 斑斑吃死斑 我們的上市貴公司 對疫情最嚴重 2021年 探多少錢 四兆 三千億 今年探多少 四兆 所以上市貴公司 那基層的民眾呢 各位基層的民眾 你們賺的錢有變比較多嗎 到底是 貧富殺菌越來越大 還是大家一起發大 到底是怎麼樣 觀眾你們認為 大家是護國者聯盟 所以咱 愛公 守護台灣 護 來囉來囉 喊口號囉 喊喊 喊喊 喊 一 二 三 守護台灣 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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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跟台語混在一起 大家有點太亂了 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喊 然後 聲音還是偏小啊 守護台灣 共同武啊 守護台灣 護國武啊 守護台灣 護國武啊 一人敵百人 兩市屬感謝 共同情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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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看到變得非常的熱情了 不愧還是需要主將主場啊 大家熱情都來了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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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嚇我們鄉親的支持 我們一路打拼 建設刑法 法典刑法 我們一起做到了 阿花姐 我們以藍綠白三場來說的話 只有國民黨拿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族 好 然後民眾黨拿的是KP的旗子 然後民進黨拿的是賴清的 就有這種 支持民進黨的小旗子 一直講台灣什麼的 比較沒有聽到中華民國這個詞 可能國民黨都講中華民國 然後這裡都講台灣 所以會有一點差別 所謂的藍綠白河 討論的就是誰贈誰負 這是權位的分配 看起來這是意義的結合 如果是這樣 藍綠白河就不如全民河 全民河就是我們全民團結合作 繼續走對著路 一起為台灣打屁股 這樣好不好 一定會帶著我們 麥克風有點斷 一齊更團隊 看麥克風大跳了 繼續 往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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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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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喊的人 喊的人應該還是不到一半 就剛剛往後轉 後面的人可能比較冷靜一點 後面喊的人不到一半 但前面都還認真會幾次 大陸的家的經營 是 土坑的工廟 從憲主是在兼討的 包括關不得主宣 他們大陸的經營不一樣 廖議員 他們大陸的屬是 僵用 公有財產公的土坪 幾乎是八百平 完全尊重 新北市 是政府的法案 如果應該要叫什麼樣的錢 補什麼樣的天使 我完全配合 大家說好好不好 好 大家說好好不好 好 我真希望 未來真有 政府和人民的合作 讓年輕人 可以從這個土地 割起希望 真的嗎 眾人人 可以實現妄想 老人人 可以擁有幸福 欲世債 可以這條照顧 願意 打氣流 建設台灣 守候台灣的正經 我們要緊請大家 支持民進黨 支持熱情電 支持民進黨 所有體出來 投資人 讓國際過半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我們現在看後面椅子的狀況 後面我們發現已經走掉蠻多人 現在主角賴清德在講話 煮飯時間到 大家回家吃飯了 對 是賴清德嗎 我當然是支持賴清德 為什麼會支持他 因為他的理念 會 對 讓我們台灣跟金普 說西瓜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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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看是嗎 瞭解 今天為什麼會在等你 那你看我們的節目 你覺得賴跟柯誰會贏 賴清德會贏 賴清德會贏 一定贏 上一場國民黨結束之後 這一條路外面滿滿的都是遊覽車 但這次沒有喔 這場沒有喔 游覽車的大進場 今天賴清德沒有大進場 但是游覽車友 我們完成了 入侵你的 突進你的招式 賴清德場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椅子大概是9000多張 然後加上一些站著的人 我們估計今天現場 大概最多就1萬人左右而已 但是他們今天 我也沒有聽到喊人數 出珍藏我有勉強聽到他說 這裡有很多人來到現場 就可能有幾萬人到現場 但完全沒有講數字是多少 這個算是非常的保守 也算是一個做得不錯的嗎 還是剛好忘記講我也不知道 那再來我們來把它拿來跟 前兩週還是前三週的國民黨 同一個場地做個比較 如果以人數來說 侯友的那場是1萬5到2萬人之間 然後這場是1萬人 可能就一半再多一點的人數而已 今天也沒有看到民進黨在發便當 只有在各個議員的服務處那邊 可能後面有看到一些餐盒 所以我猜測他們可能是用 發餐盒的方式啦 就是發餐盒替代發便當 蔡英文跟賴清德他們 在講的政策的比例有比之前高 之前可能大部分都在罵國民黨 罵柯文哲 不知道是他們調整的一個方向 還是怎麼樣 反正有看到不一樣的表現 這場的年齡層 可能有92%以上都是高年齡層 然後侯友的那場可能是97%以上 大概是這樣的差別啦 所以民進黨流失掉超多年輕選票的 他們到底要怎麼補回 他們的年輕選票呢 可能也是民進黨要去想想的 要不是藍白未整合的狀況下 民進黨是應該會落後的 但是現在因為傻卡都或是卡都 所以民進黨還是保有一定優勢的領先 那民進黨可不可以就這樣子 笑著到最後躺著選 還是最後真的會有藍白盒 或是郭排名陣營有一些整合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的 突進你的招式 我們現在要上場了 然後遊覽車終於陸續進來了 可以看到現在 整排的遊覽車進來了 123456789 走來這個路口 還是有很多車啊 民進黨表示 我們的車沒有輸國民黨 我們今天也被蠻多 民進黨的觀眾認出來啦 可能我們留言 有八九成都是民眾黨的觀眾 但其實我們在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場子 都還是會認出來 然後可能也會來跟我們拍照什麼的 我們真的是很開放 所有的政黨的觀眾們 都來留言 都來留下你的想法 然後也希望就是 我們頻道下面是可以讓大家 理性溝通的 很多人說台灣沒有言論自由了 但是以我今天說完這場 我相信台灣的言論 也是很自由的好不好 不然我今天來耍了那麼多白幕 然後我還是活著出來的嘛 對不對 民進黨做的好不好 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關於言論自由這一點 我相信還是有的好不好 雖然我們也會被側翼網軍攻擊 但... 我們現在要再進進 至少今天有啦 沒了 我們下次見 公路 我們下次見